好 首先我们来看今天的内容题 习近平遭全盘否定 绝不会认输 只会变得更加危险 习近平口中的政治骗子是指谁 仗着背景的红二代 赵立坚到底得罪了谁 秦刚还是习近平 彭博社称中国数据没人信 干脆停报 让拜登政府尴尬的机密文件 好 接下来我们看今天的报道内容 习近平遭全盘否定绝不会认输 只会变得更加危险 据彭博社报道 就在两个月前 世界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 是如何应对无所不能的习近平 此前中共总书记习近平 获得了史无前例的第三个任期 而现在世界最好开始 为一个更加令人不安的前景做出准备 一个独裁者 因其政策的混乱遭到重创之后 会采取什么行动 尽管中国政府隐瞒了 因停止新冠清零政策 带来的大规模感染和死亡数字 但社交媒体上的视频和帖子 都已经明确显示 中国正面临药品短缺 医院人满为患 以及火葬场尸体爆满等问题 随着病毒蔓延到农村地区 情况只会变得更糟 专家估计未来几个月 可能有100到150万人死于新冠 自前领导人毛泽东的大跃进引发的三年大饥荒以来 中国从未出现过如此大规模的死亡潮 而且在如此短的时间之内 那场巨大的灾难估计造成了3600万人的死亡 而且正如大饥荒对毛泽东的权力造成了沉重打击一样 新冠疫情的大爆发几乎可以肯定会削弱习近平的权威 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高层已经付出了代价 至少就目前而言 混乱的重新放开 打乱了习近平的第三任期议程 他在10月底提交给20大的报告表明 他计划进一步加强中国经济 以抵御西方的潜在制裁 并进一步巩固共产党至高无上的地位 随着新冠病例的增加 习近平再也无法承受这样的平衡 实际上他在去年12月中旬召开的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 发出了一个强有力的信号 即2023年的首要任务 是让陷入困境的经济重回正轨 优先考虑经济发展会迫使习近平做出代价高昂的牺牲 他需要将更多的权力下放给技术官僚 淡化意识形态 以安抚投资者 放松对民营企业的管制 以重新点燃创新精神 缓和与西方的紧张关系 以减缓经济脱钩 这些改变 隐含着对习近平近几年几乎所有的主要政策的全面否定 这与毛泽东当时遭遇的挫折如此相似 严重大饥荒带来的后果 迫使这位伟大的舵手 将经济大权拱手让给实用主义者 并从执政的第一线抽身 毛政权内部的裂痕越来越深 越来越严重 同僚们指责毛泽东是这场灾难的罪魁祸首 而反过来 毛泽东则认为他的幕僚对他不忠 有潜在危险 由于政府在新冠疫情问题上的态度突然转变 许多中国人只能自谋生路 他们指责党的最高领导人处理重新开放的无能 习近平执政十年精心塑造的 关心普通百姓福祉的形象 已被彻底摧毁 这将产生后果尽管中国最高领导人并不直接要求民众支持其政治生存 但公众对他的看法会影响他在统治经营中的地位 至于中共党内 此波疫情海啸必然会加剧高层领导人之间的相互指责 一些令人不安的问题肯定会被问到 首个被质疑的就是为什么政府对疫情大爆发毫无准备 答案显而易见 中共的最高领导层在二十大之前花了数月的时间来争夺权力 而不是为了国家重新放开做出准备 习近平将不可避免的受到指责 他在十月份的会议上全力以赴取得了一场所谓巨大的政治胜利 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一党专制的国家 习近平在意的是自己的权利和政治安全 他若认为自己失去了权威 第一个反应就是不惜一切代价恢复他的权威 当年毛泽东意识到大饥荒摧毁了他在党内的地位时 他没有认输 也没有放弃他的乌托邦愿景 相反他开始策划大规模清洗 也就是后来的文化大革命 使国家陷入了十年混乱 虽然习近平可能不是另一个毛泽东 但如果他感到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 可以肯定的是他会变得更加不可预测 更加难以对付 那些看他笑话的人可能很快就会后悔他们的幸灾乐祸 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 习近平口中的政治骗子是指谁 据央广报道中纪委召开第二十届二次全体会议 总书记习近平与另外六位中共政治局常委都出席与会 习近平在会议中强调坚决反腐败斗争 尤其是针对党内政治经济问题进行严厉的查处 无独有偶 中共官媒央视近日播放反腐专题影片永远吹冲锋号 几位被判刑的贪官出现在镜头前忏悔 包括前江西府州市委书记肖毅 前司法部长傅政华出境细数自己的罪行 此时此刻中共释出打贪讯息 杀鸡儆猴的用意相当明显 早在中共十八大开始 习近平就已经高举打贪反腐败的旗帜 当时许多官员被双开中箭落马 更有位高权重的中共高官被抓捕定罪 包括薄熙来周永康等人被判处无期徒刑 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习近平的打虎动作一开始赢得社会大众拍手较好 尤其是改革开放多年 中国民众对于官商勾结早有不满 习近平走马上任就大动作清党 这确实有助于他树立社会威望 不过习近平的打贪动作越来越多 且具针对性也引起质疑 背后恐怕是要整肃一击 习近平在这次中纪委会议中 强调禁止官员成为利益集团和权势集团的代言人 其实这就是对比着刚判刑入监的傅政华 以及两年前被抓捕定罪的消逸 两人背后都有着被贴上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 前者代表着公安系统的孙力军政治团伙 后者则是庞大经济利益的政商勾结 显然中共官媒央视选在此时此刻 播出这两人叩头认罪的画面 有着对内政治警示的用意 同时也是习近平所谓资本向政治领域渗透的样板 作为他第三个任期政治侵袭的棋手势 中共二十大之后 习近平已全面掌权 但对于政权稳定仍有着极度的不安全感 中纪委会议召开之前 中共中央政法工作会议先登场 习近平就对会议作出指示 强调党对政法工作绝对领导的地位 并提出维护国家政治安全 社会大局稳定的重要性 这显示习近平对政治安全的重视态度 同时也凸显他对于当前政治局势的担忧 依此来看 对照他之后在中纪委会议中表示 要反贪及严查政商勾结 就是为了维护他的政治安全 那政治监督的动作势必会越来越多 而且范围越来越大 当前习近平正面临着他掌权以来最大的政治危机 不但要面对外部环境的挑战 国内经济发展陷入瓶颈 特别是防疫政策急转弯 解封后仍无法平息疫情扩散 国内染疫人数不断创新高 医疗体系挤进崩溃边缘 社会抗疫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就连他的儿时玩伴红二代们都直指习近平治国表里不一 这俨然是对习近平防疫政策失败的指控 如今习近平在中纪委会议中表示 要严厉打击有背景的政治骗子 这四话中有话的警告意味 在他眼中 红二代的直言不会 就是仗着自己的背景 破坏政治安全的骗子 习近平的第三任期再度擦亮反腐败的招牌 其实背后有着政治上的算计 纵然他已经顺利延任第三任期 也达到改革开放后前所未有的全面掌权局面 但极权统治的政治现实 是权力越集中越对权力没有安全感 因此习近平需要永远吹起打滩的冲锋号 借此来展开政治清洗 对内宣传打滩讯息 就是他要打压一己的手段 透过集中领导的方式来进行政治监督 只要有任何反动的迹象 天下乌鸦一般黑 大家底子都不干净 都可能会被冠上贪腐的罪名 只是习近平一再打着反贪的招牌 恐怕不会如过去那样 叫好又叫做 主要原因在于 历经三年封控的防疫措施 经济困境每况愈下 社会大众早已看清反腐败的政治操弄手法 犹如围着厕所打苍蝇 根本无法撼动贪腐的权力结构 况且缺乏真正的监督机制 往往所谓的政治监督就是掌权者整肃政敌的说法罢了 根本没有实质的监督意义 贪腐情形依旧攀附在政商关系之中 腐败的现象无法中断 中国民众根本早已无感 其实最大的贪腐就是整个中共统治结构 事实上习近平并不在意社会大众是否买单打探成效 他主要素质的对象其实就是党内 进入二十大之后 习近平要持续清洗党内的异己声音 除了要排除非习派的力量 以及全面安排习派人马上位 打造安全的政治环境之外 最重要的是要避免反习势力相互勾结 既然已经全面掌权了 那么在权力结构以外的政敌 就是要习近平消除的政治骗子 可以说在今年三月两会正式登场之前 中共内部将弥漫着消杀之气 人人都身怕被贴上贪腐的标签 习近平持续以政治清洗来安抚内心的安全困境 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 赵立坚失从震动中国 跟他老婆张扬一点关系没有 台湾知名作家袁纯沟发表文章 文章说赵立坚被调贤职 震动了海内外中国人 以他的卑微地位本来是没有这种优待的 但他因太讨人厌而报得大名 今日被冷藏要回家与老婆一起偷着乐了 我们见过的中共官员 除了习近平本人之外 排第二讨人厌的就非赵立坚莫属了 此人最先败在他那一副尊荣 王毅当年千挑万选 找他来做外交部发言人真叫有眼无珠 外交部发言人始终是一个国家的面孔 站出来要有点雍容气质 要有丰富学养和修为 可以触变不惊谈笑用兵 可惜赵立坚连最基本的条件都不符合 更不必说他的谈吐应变能力学识和思想了 他一双小眼睛永远打横着看人 面孔呆板僵硬 神态又傲慢加蛮横 虽然执行战狼外交 但至少应该气定神贤 百炼钢做绕纸柔 外表不动声色 内力剑拔弩张 那才是高手 外界有评论说赵立坚失宠 是中共要调整外交政策了 又有人说赵立坚失宠 是因为他老婆写网文 哀叹买不到药 丢了中共的脸 我认为不久前 他在回答记者问题时当众出丑 这才导致了他被打入冷宫 11月底的一次记者会上 记者问关于清零政策 是否松绑的问题 这本是荀利的发问 荀利以标准答案回答即可 可惜赵立坚心不在焉 也可能为私事烦恼 竟然沉默30秒 翻答案纸 没有头绪之下 只好要求记者重复问题 那已经够丢脸了 谁知记者重复问题后 他的回答竟然是 你谈到的有关情况 与事实不符 人家问他是否清零松绑 他答疑 有关情况与事实不符 简直答非所问 也就是说 他根本连记者的问题 都没有搞清楚 他这个人究竟是在现场 还是浑游九霄云外 究竟是一时失智 还是生来就低能 作为一个外交部发言人 起码受过足够的职业训练 反应要快 回答要流利 要有基本思维 与语言逻辑 还要镇定从容 举重若轻 赵立坚搞得如此狼狈 丢进党国体面 叫习近平看到了 岂不是要拍台骂娘 虽然习近平也有在国际场合不懂回答问题 要翻看答案纸的丑事 但习近平可以这样 赵立坚不能 习是主子 赵是奴才 地位大不同 因此赵立坚被冷藏 就完全合乎官场讲成惯例 他根本就不够资格担任此职 与他老婆的抱怨无关 至于中共外交政策是不是在转弯 这却还不能清一下结论 习近平要亲自抓经济 正常来说 抓经济就要与内外和解 改变外部环境 但习近平做事 往往是左手打右脸 右手打左脸 这早已成为常态 所以目前还很难说 有一个改变却开始了 那便是中俄关系 秦刚上台后与俄国外长通电话 提出中俄关系的三部政策 包括不结盟 不对抗 不针对第三方 这与王毅提出的中俄关系 上部封顶之说比较 显然是大踏步后退了 上部封顶是什么意思 就是该如何就如何 该结盟就结盟 该针对第三方就针对第三方 但现在预先声明不结盟 与不针对第三方 便是封了顶 不但如此 还提出不对抗 中俄居然存在对抗不对抗的问题了吗 从合作没有上限到退到不对抗 显然中共已为俄国打败仗在打预防针了 秦刚在谈到中美关系时 口气也缓和很多 最近因大量国家限制中国人入境 中共对日韩还以眼色 却不敢对美欧有什么动作 那么中共与美欧的关系 会不会又有一些缓和迹象 作为国家领袖 习近平应该一早预见到战狼外交的结果 十年来以斗争为纲 尤其与美国斗的不亦乐乎 与其实不知道斗下去没有好果子吃吗 不知道三斗两斗把自己的经济斗垮吗 不知道斗到无路可走时 要甜脸讨好别人更难看吗 既有今日何必当初 这就要问问他自己了 中共想改善与美欧的关系 但美欧肯不肯 那才是问题 近日麦卡锡就任众议院议长 众议院既取得两党共识 大笔数通过成立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 摆出对中共穷追猛打 不与中共甘休的姿态 如此谈中美关系改善 也太单相思了吧 赵立坚被打入冷宫 替海内外中国人出了一口闷气 此后眼不见为敬 省得我们每天倒胃口 这真是中国少有的德政 中国被全世界孤立 赵立坚又被主子冷藏 现在轮到我们偷着乐了 彭博社指出中国数据没任性 干脆停报 中国已经连续三天 没有更新新冠感染数据 让全球更加担心 资讯真空正在掩盖中国疫情的真实影响 报道指出 中国上次更新确诊病例 重症和死亡人数等疫情数据是在9号 不过确诊数字 已因取消频繁筛减而变得不具异议 中国官方未曾通知将停止公布数据 但卫生官员上月表示 在新冠病毒调整为蚁类遗馆后 疫情监测发布将回归每月公布一次 但未提供调整的具体日期 中国9号通报 8号新增确诊约14000例 全国共有重症7557例 较前一天增加超过1100例 彭博新闻致电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和国家卫健委疾控中心 但电话均无人回应 中国的防疫政策上个月突然转向 造成冲击 缺乏相关资讯令全球越来越担心 病毒大肆传播可能引发突变 并促使许多国家针对从中国入境的旅客 采取措施 世界卫生组织WHO11号再度呼吁中国 提供更多疫情数据 并强调需要分享当前传播的变异株资讯 以及某些城市和乡村地区的病例增减情况 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 让拜登政府尴尬的机密文件 据法广报道 美国总统府白宫周四1月12号 面临着对拜登在担任副总统任期内的机密文件 被发现后的持续质疑 在当局调查涉及前共和党总统川普的类似 但更大的案件时 新的发现让白宫陷入尴尬 拜登政府迄今已证实 在宾夕法尼亚州拜登中心的一个上锁的柜子里中 发现了少量的机密文件 大约十几份 拜登曾经在那里设有办公室的知库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和其他跟进的媒体 周三都披露 拜登的合作者们发现了至少还有一批文件 白宫周四表示 在拜登位于威尔明顿的私人住宅中 也发现了他担任副总统期间少量的机密文件 在美国1978年的一项法律规定 美国总统和副总统有义务将他们所有的电子邮件 信件和其他工作文件转送给国家档案馆 民主党总统拜登保证与司法当局充分合作 但他的反对派担心他受到优待 立即表示在议会中展开调查 法新社指出前总统川普受到调查案件要严重得多 联邦警察、FBI在一次大规模的搜查中 查获了数千份文件 包括一百份机密文件 而共和党籍的前总统川普拒绝归还 但无论如何 这一发现对于一个自诩遵守道德规范的总统拜登来说 仍然十分尴尬 川普不时时机已经立即呼吁对民主党总统给予同样的关注 川普问联邦调查局什么时候会搜查 拜登的许多住所甚至白宫 而白宫坚持认为如果犯了错误 政府至少立即纠正了这些错误 据白宫称11月下旬发现第一批文件后 律师立即将他们送回管理此类记录的国家档案馆 该负责人补充说 律师们还在其他地方寻找可能放错地方的文件 这可以解释周三和周四发现的更多材料 为了化解对政治干预的指责 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兰将此案分配给川普政府任命的一名芝加哥检察官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分享订阅推荐给您的亲友 很请您点击节目内容简介里的PayPal链接支持我们